欢迎回来 我们谈到中美世纪大博弈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包括了贸易战 投资战 产业战 还有关税战 其实这些美方其实目前都没有取得重大战果 再比如说科技战 这应该是美国的强项 但达到现在双方打的也非常胶着 至于金融战 从来更是美国对付多国的一个杀手锏 几乎是功无不可 战无不胜 不过出人意料的直到目前为止 对中国的战争战 中国也没有取得上风 石先生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真是意外 我想美国自己感到意外 大家都感到意外 而且我觉得是两个意外 一个是针对中国起不到作用 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前面讲 针对中国以外的一些国家 美国竟然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这是非常有 就是我们必须要从两方面来看的 所以一方面看中国 一方面看中国以外 美国想割韭菜的对象 那我们先从哪方面谈起 先看对中国吧 对吧 美国要对付中国 采取金融战 基本上有两个方法 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 就是美国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利率 那么让中国的泡沫破灭 然后美国在抄底 是吧 但这另外一个 就是美国使出一招 全世界各国听的都会怕的 叫做swift swift 他对全世界很多国家 美国看不顺眼 就拿这个东西 我们讲长臂管辖 对吧 就是等等 但对中国来讲始终他们不敢用 至少到现在我没用 对吧 为什么不敢用 他投鼠机器 他担心会产生一个 不但没作用 反而会产生一个反效果 按理说swift 这是美国对付其他国家的一个神器 咱们说的一招并命 对中国对付不了 反而可能还会有反作用 会投鼠机器 这是为什么 那我们就先了解 它swift 它怎么用的 是吧 swift 这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美国当初主导的一个 就跨国之间的一个资金 会从这个银行到那个银行 是吧 那么这个资金要移转 这个有关的讯息要怎么查 什么 要有一套有效率的一个制度 美国就建立一个 就是跨境之间的资金的移转 这个有关的一个设计的机器 就aswift 这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 是吧 于是美国呢 后来就把这个当做它的武器了 既然你们统统是美元之间流来流去 是吧 好 我如果看你不顺眼 我就说你 从此以后 我这个swift就不让你用这个美元来 跟别的关系进行交易 你俄乌战争一开打的时候 俄罗斯那时候就被美国耍这一招 就是你卖石油 石油都是用美元欧元对不对 那我现在禁止 这个swift就听我的话 就不让你进行美元这个买石油交易 所以有一段时间 俄罗斯这个石油都卖不出去了 最后只能用卢布对不对 那全世界都用卢布了 好 这一招你了解了以后 那对中国为什么不能用呢 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大国 是吧 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5% 换句话是各国都要想买中国东西 不能不买 对各国来讲 这就变成一个必需品了 再一个中国是贸易大国 是吧 这个世界上有一百多国家 这个第一贸易对象就是中国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一百多国家 他必须要买的中国产品 很多 而且必须要跟中国买 这下子美国如果说 我要制裁中国了 你们跟中国买的任何中国产品 都不能够用美元在这边进行交易了 也不能进行美元 那你说这些关键怎么办 他不能不买啊 都不能不买 那怎么办呢 就美国这一限制以后 那怎么办 你说如果这些关键怎么办 明白 就说产品必须要跟中国买 没错 第二个是不能用美元交易 对 只能用其他方法 那就逼着各国 就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去交易嘛 那你要这个用美元以外国家 这个顺利成章就是用人民币嘛 所以自然就推动人民币 来进行交易 而且呢 还要建立一个 类似跟Swift平行的一个 跨境之间这个银行支付系统 那中国现在也有啊 只是现在不太有人用而已啊 所以你要用另外一个机制 跟平台来跟Swift来取代它了嘛 所以美国一想到这个 就会怕嘛 所以就投出机器嘛 明白 美国用这招来跟中国打这个金融战 是不能奏效的 刚刚您谈到说 美国在和中国的金融战当中 没有占上风 甚至连割其他国家韭菜 也是不灵光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第二回 就另外一个另外角度看了啊 对我们刚前面一讲的 美国割韭菜那个 这个逻辑跟顺序呢 就就刚才讲 他先营美超 营传美超以后流往全世界各国 那全世界各国资产呢 大幅的上涨 对吧 然后资产上涨就变成泡沫 泡沫破了以后 他把利息率一提高 然后你这边这个泡沫就破灭 然后价格就降到很低 他来朝底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就是 这个很多这个开发中国家 他其实他手边的资金是有限的 所以当美国一提高利率以后 资本一外逃了以后 这个时候他会 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因为他有很多外债 需要用美元去还的 尤其是短期外债 就像那个1997年 那个韩国 这个东亚金融风暴的时候 就很惨啊 就是让家庭主妇 都把黄金拿出来 短期的外债 你不要没有钱还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回不一样了 这个大家就找到中国了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 中国的美元也很多 大家就说 你能不能帮一下 周转一下 中国说这没问题啊 我这边多得很 你要多少 几百亿 我就借给你了 但是中国有个条件 中国说我现在借美元给你 那么将来你一定要还的 那当然一定还 那将来还的时候 不用美元了 用什么 用人民币 大家一想 也好像未尝不可 对不对 人民币现在越来越 变成国内之后 就打印了嘛 因为先解决 难眉之急再说嘛 于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就顺利的化解了这些国家 面对美元 面对美国采取金融战 针对他们的压力 马上就一下疏解了 我有很多美元了 就过得去了 是吧 所以说中国给这个方案 让这些原本可能陷入到危机的国家 一线的舒缓起来了 当然这些国家呢 可能也得想办法 就先方北去 去找到更多人民币 为来还债 对 市场里面就产生这个驱动力了 那么这些国家呢 他会怎么想呢 他说我现在手边没有人民币 是吧 将来要人民币还中国 对不对 那现在好 我也东西卖给中国的 是吧 我有东西卖给中国 过去呢 中国会付我美元 是吧 那我现在跟中国讲 哎呀 你就干脆给我人民币行了 这不人民币 就从中国流到他们这些手里面 这些国家就有很多人民币 那将来有一天可以还了 然后再用人民币来还中国的债 甚至于用人民币买的 来回过头来买中国其他商品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形式一出来 就是这个无心插流流成 这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就产生一个一个新的一个动力 一个驱动力了嘛 明白 难怪这一次就说 美国所发动的金融战 它既没有割成中国的韭菜 也没有割成中国之外的 这个其他国家的韭菜 对 这就为什么刚才前面 就提了一句话嘛 美国这次栽在栽党内 栽在中国 直接间接都栽在中国手里面 直接中国能打不进去 对吧 铁部站金融罩 然后间接的又用这个方式 割别的国家韭菜 也被你中国一两招给化解掉了 是吧 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估计也是超出美国的一个意料了 您谈到说 中国的资本管制 让美国的金融战是大胆折扣 甚至是失去了功效 那您觉得 为什么别的一般国家 不用这种方式 就是资本管制呢 我们讲资本管制呢 其实有利有弊的 这个弊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采取资本管制的话 一般来讲外资就有点怕 不敢进来 对不对 因为他进来以后 就怕出不去嘛 是吧 一般来讲会有这个顾虑 所以他有这个负面的作用 但是对中国来讲 好像这个负面的顾虑 能够降到最低 也因此中国才有这个条件 来搞资本管制 所以搞资本管制 理论上来讲 就要像中国一样 有具备几个配套条件 第一 就市场要够大 大到 让别的国家的资本难以抗拒 你觉得这太大了嘛 我说不进来的话 这个损失太大 对吧 第二 你这个经济的潜力要厚 厚到国际资本 难以抗拒 因为你这个发展 还有这个前景要好 我发现到 虽然我进来以后 受到很多很多管制 暂时也出不去 没关系 前景看好 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 不得了 为什么要出去呢 我觉得这边可以赚很多钱 对吧 所以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 具有这几个条件 那一般国家哪里有 一般国家根本不具备 这三个条件 所以我们这样 中国有这么一个特权 就像美国有个特权 印钞票一样 先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美国的这种 就是金融战破功之后 一个趋势性的问题 就关于像美元 像国际货币 它的这个趋势怎么样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连续连续几回合 首先我们知道 俄乌战争一开打 美国冻结了 俄罗斯在海外的美元资产 对吧 这一招就让很多国家怕了 就去美元化 真正开始动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动的 有很多持有美元资产 尤其阿拉伯国家 他就当然怕 一天到晚 说不定被你冻结了 所以开始都 开始去美元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才讲 中国采取的 刚才讲 我可以借你美元 将来还我人民币 用这个方式 就以美元来去美元化 就神操作 是吧 这也是有利于 去美元化的 然后第三 就是美国金融战 打不下去了 大家对于美国金融战 背后的美元 一个霸权 当然也会 受到很大的怀疑跟影响 所以这几个动作下来 美元霸权 可能会慢慢动摇 这个趋势 基本上也是铁板钉钉了 只是速度宽慢而已 那美元霸权 它示威之后 谁会是下一个国际货币 是人民币吗 人民币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 准国际货币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以前都谈过这个概念 这个国际货币呢 绝对不能够以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来扮演这个国际货币角色 就美国一开始 布列德森林体制会议的时候 当时的凯英斯就反对 这个拿美元作为一个国际货币 但是美国那个时候 利大嘛 这个说服大家就跟着 你放心我盯住黄金就可以了 结果后来他又把这个毁掉了 对吧 所以任何国家的货币 作为主权货币 作为国际货币 都有他的问题的 因为他的货币要服从 他的货币政策 国际上的形式 跟他利益不完全一样 对吧 所以未来的国际货币 应该是一种 我们刚刚提到的 叫数字货币 前面不是提到 中国现在正在主导一个 多国央行的数字货币桥 国际清算银行跟中国配合 现在有好几十国家 这个才是未来真正的国际货币 去中心化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前 我觉得人民币 它可以扮演一个 比过去更好的 更积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把它叫 准国际货币 就是概念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一方面的说 这个擅长割韭菜 薅羊毛的美元霸权 开始松动了 另外一方面 谁说谈到说 在一段时间之内 人民币会成为一个 准国际货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 好 进入到评出新语 好 进入到评出新语 里面的语言